大家好,我是尹光华 宋人游西湖是非常丰富剁菜的 游园成了杭州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一个园子就是一个自然 中国人从一石一树一草 联想到整个自然 联想到山水之美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中国南宋时代皇家画药画师 刘松年的四金山水 中国园林在五国唐代 就已经非常地成功了 到中国南宋时期 这游远的风气也越来越浓 这是一幅春游晚归 春天来了 西屋边上桃红柳绿 花草正茂 有两个书童 牵着马从柳梯上往往走来 还有一个书童坐在地上 它是身旁有一个半透明的石龙 可见主人早晨出门前就准备了一日游的午餐 变成午餐便欣赏周围的美食 游园成了杭州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造园也成了一些富有自家 特别重要的一部分 这是西湖边上一个美丽的四家园林 山面全是湖水 远山 园子里绿树成荫 画个高楼 高地错落 远处的树和回墙 消失在墨矮当中 可见这是一个很大的四家园林 环境优美而生机勃勃 刘松年他是杭州人 他熟悉杭州的环境 和杭州人的生活习惯 比如我们在第二幅《夏经》当中 就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田下边较小的园林 也是建造在西湖旁边 一个那梁的主人坐在厅堂里 窗户四面透空 这是因为南方的建筑 特别讲究的建筑 窗户 门 都是可以灵活拆卸的 夏天 秋天 会全部拆开 四皱凌空 西湖上的凉风 十粒荷香 都会吸纳到房间来 可见南方人对生活的讲究 我们还可以看 在这个平台上 夏天的花和太护石 是厅堂前主要的布景 造型非常美 它和一片开阔的湖面 联系起来 现在眼前更加空旷 夏天更加凉爽 中国人就算一石 一树 一炒 联想到整个自然 联想到山水之美 这是一个很劲道的时机 中国的园林设计者 园林主人 考虑的不光是园林的建筑 园林的植物的搭配 一年四季的变化 都要考虑进去 在第三幅 秋景 这幅画里面 原内的风数 和原坏的风数 互相呼应 把内外联系起来 秋光照应在湖上 真是一种生活美的享受 另外 特别美的是 袁强坏 两个不起眼的胡鸥 那么小 但是描写入围 前面一个胡鸥 还回着身 呼应着后面一个胡鸥 让画有了声音 无声而有声 包括两个书童 一个在打水 一个在茶路生活 增加了那种人间的烟火 把自然的动静 和人间烟火 轻松地描写出来 好像是不经意的 却让人怦然心动 看过之后 非常感动 这个画家的描写能力 这个画家普遵美的能力 把握动静的能力 真是高描自己 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 特别讲究人和自然的关系 因此在山水里 建造园林 建造房屋 都是根据地理环境来定的 大多数是背山朝阳 吸收南面的阳气 避免冷风直接吹进来 而且园子里原本车卸掉的木窗 因为冬天全部装上了 石头上 座子上 屋顶上 都积满了厚厚的雪 环境是非常清冷的 但是却非常优美 另外我们看冬天 那座桥 它是故意造了一个险阱 一个老者 因为夜市来临 告别主人 骑着礼 打着伞 走在木桥的斜坡上 那个桥的坡道比较大 所以前面那个书童有点紧张 他回过头来看看主人 企图保护他的主人 这种人情的交流 看似不作意的 却是非常有益 表现了一种人情 在这个冰淺雪地里的一种温暖 这是一幅画得非常成功的东京山水 刘宋年作为一个极出的画眼画家 虽然画了这种幽静的 几个人多像的私密环境 但是它的外面 必须是跟西湖连着 必须是跟外面的柳地 远山 空谷的湖面联系着 大的环境和小的环境 结合在一起 就构成了四幅完全不相同的画面 构成了四个季节 完全可以得到美得享受的这种画面 而且画里面那些亭台楼阁 它都画得非常准 各部分的比例 建筑结构都很正确 更重要的是 它对画特别的投入 大到山 树 石 小到花草 哪怕是西湖里的几个波浪 它都是潜了一幅 没有很轻松 刷意的地方 墨褐色到至今 还是那么沉重 那么漂亮 那么滋润 这些都是它的功力体现 都是它对艺术的一丝不勾的那种精神 从局部到整体 从季节变化当中描写出各种不同的优美环境 优美园林 让大家八百多年以后还能欣赏到 那是园林的精致 以及画家高超的记忆 每一幅画都充满了诗意 是南宋画院的代表作 服务的总工 尤其是南宋画院的设计 墨草 城市 阶跟海守 漫大的 老板 垠 小 海守